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叫施无善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吧 福 前思欠尽和利财 福 不畏后尽和有财 随喜财量 素消业 财出愿迹 素秀福 这个呢 我很少做功课 现在做了功课 国美电器 应该是姓黄的董事长吧 我们要去想 这跟钱 money 有关系 人家是怎么发财 只要是正当的 行为 正当的计划 所有的手段 都是正当的没话说 据我所知道 他还没有发起的时候 他 并没有什么 钱财 但是呢 他的仓库也好 他的店面也好 好多好多空箱子 那个空箱子呢 里面呢 只有 当时的黄董事长知道了 里面是石头 还是百姓什么 这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我不是他当事人 然后 他的电器卖到 大家要排队 那排队呢 就要先收定金 那收定金 自然他也可以给厂商钱咯 人家做什么事情 是有计划的 那他有没有把货给你啊 有啊 他有没有 对所有出去的货 他有没有负责任呢 有啊 那 人家手段是 正当的 咱们有话说 钱财千尽何利财 不畏厚尽何有财 随喜财量速消业 财出冤禁速修复 都是跟钱事有关 金生动 他有他的智慧 也是有他的福报 钱财这个东西 小财 有你 情景 大财 马无业量不菲 人物横财不负 还是有一个姻缘的 如果这个福气 这个福 钱财 你们要好好想想 要怎么去制造这个福 你要吃饭 不管你是自己在家做 还是出去买 你都要动 要活就要动 说到这个福 大概有十多年了吧 正确的是我本人 在那个Rough 就是在那个洛杉矶 我应该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在Northwood那边 曾经有过大地震的地方 那边的一个Rough 应该是 也许我记错了一个地点 重点是有这么个事 就是 下一个人就是我 就是要结账 但前面的人呢 挺了 后来我应该那时候再画手机 是干什么的 重点我一看 他一直在那掏口袋 掏不出来 可能忘了钱包 可能是信用卡不能用 我看他的脸都有一点 额头都有点冒汗 我就跟那个收益员说 我帮他全付了 我先问他多少钱 别到时候我的钱也不够 我记得好像五十几块 两个人都凳子在看我 那个凳子很善意的 就觉得 你为什么要帮他付 这个东西 有的时候 也许是跟我前世的缘吧 也许是我的性格吧 这我不知道 我觉得人呐 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能做的 你就去做吧 你有这五十几块 你也不会发大财 你也不会为这五十几块 会穷得没饭吃了 可能看个人的想法吧 啊 福报是累积的 我也没有想说我要累积福报 真的 请大家想想 再去想想 前时前进贺利财 不畏后进贺有财 随喜财量速消业 财出远近速修复 你们要想 如果是说 他这人 是非常要面子的人 区区五十几块钱 他觉得很丢人 开这车子 油门加速了 或者想不开 倒还不至于 但是有时候 就像我们开车子 前面车子泡锚了 或者出了车货了 你就没办法了 是吧 就整不动了嘛 所以 我们尽量替别人想 随便能做的 就做吧 我们下一回再聊 阿弥陀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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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